海面上一艘黑色渔船出没 根据雷达显示是我国渔船 详细资料还有台湾国旗 渔民越看越奇怪通报海巡 仔细一查 竟然是陆籍渔船假扮 中国大陆长达三个月的休渔期 16号才正式解禁 前一天就有渔船偷跑 假冒台湾渔船识别号 进入澎湖七美西南海域作业 尽管雷达显示是台湾籍渔船 当地渔民肉眼就能看穿 是陆籍渔船入侵 上个月才发生我国渔船 大近满88号疑似越界 遭大陆海警船扣押 休于其还没解禁 就有陆籍渔船闯关 奇怪的是过往越界捕捞的 陆籍渔船大多是三无船只 或是直接关闭船舶 自动辨别系统AIS 躲避侦查 这回大费周章 卫造台湾渔船识别号 是不是另有目的 引发讨论 当地渔民透露大陆渔船 卫造台湾渔船识号 类似情况其实十几年前就曾发生 可能是请船厂设定 卫装身份 更容易诡弊搜查 而两岸渔船使用的AIS并不同 大陆制造的是利用 北斗卫星接收讯号比较便宜 台湾渔船大多购买中国AIS 再加以改码使用 这回为了偷捕鱼当冒牌货 幸好渔民眼间 从漆黑的渔船外观就识破 及时填补国安漏洞 就怕这手段还有其他动机 海轩也更加警惕 TBS新闻成正蔡新宇 澎湖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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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